你在外头春风得意,我可以不管,可是你受了委屈,我依旧知道的 盛报将军,报仇的时机到了 那你敢说,你没有纳会,你敢说你没有吞梦 微臣总领军机,凡有事必先奏请两宫,是要臣不领军机才满意 宫亲王如此嚣张,应该交付亲王大臣们议定处分 什么叫跋扈,这就叫跋扈,当年宿舜在承德,也不至于这么嚣张 公主,别哭了,让人听见 我六叔他做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那是他们大人的事,你弄不清楚,弄清楚了也没用 你倒是得想好了,明天见到皇太后该怎么办 我,我回府里去 皇太后要问你回去干什么呢 我妈出了事,我不配在宫里 那不是跟皇太后斗气吗 人家该说了,成天张口闭口的皇额娘全是口是心非 谁生的,还是向着谁 本来就是嘛 公主,你是孩子,皇太后不能把你怎么样,那气又得撒到王爷身上 公主有孝心,可不是这么个笑法 那我怎么办啊,我也不能装作不知道了 那倒也是,宫里都嚷嚷动了,偏偏你不知道,反倒透着假了 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啊 你得比平时更乖,更老实,不问,不说话,要说话就答个事 叫他们知道你有心事,可又没茬可抓 可我真惦记我阿玛 我替你回府看看王爷去吧 他们会让你去吗 他们会让你去吗 皇太后,皇太后,大哥已经睡着了,安静着呢 皇太后,你慢着点 皇太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左大人 李鸿章大人到 请 这 李大人匆匆到访 定是为了公亲王辈罢处一事吧 正是 我今日到访 就是想和左大人您参详一下 如何协助公亲王免被罢处 我也正琢磨这事呢 朝廷刚立 地主上右 公亲王打理朝政 里里外外头头是道 怎么他就能横生这等变故呢 就是啊 公亲王他 消一干十 整日的筹划 对江南的兵士是无不关注 他还大胆的启用咱们汉人 让咱们建立齐功 报效皇恩 让大清是一宠江山 这么一个一代贤王 怎么竟然 竟然被罢处了呢 哎 大清啊 大清 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我今天想来和左大人联合上折 咱们一起请皇上和两宫太后收回成命 你看如何 好是好 可据我所知 曾国藩曾大人好像不大支持这件事情 李大人 你是他的得意门生 你就不怕得罪曾大人吗 大丈夫有可为 有可不为 我李鸿章围观这么多年 还没有说过怕什么人 这事关乎大清的江山设计 日后的前途 鸿章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好 事不宜迟 咱们就赶紧上折子 好 闻大人 你想 从新有到现在才几年 他就把六爷给打下去 忒狠了 六爷与太后的纷争 这其中好像有些隐秘的原委 可现在正是朝廷百事待兴之时 没了六爷就好像这大船在海上没了舵 我们也就没有了目标了 您说的一点也没错 现在下面办事的人变得是全龙无首 您看 上海天津的兵工厂正办得如火如荼 通文馆也刚刚开始招生 他一盘凉水把大伙都给机灵了 文大人 李大人 你们看 这是什么 这不是洋人的洋火轮吗 这个 错 这是曾国藩按照洋火轮绘制的图纸 昨儿个他派六百里加急送来的 他呀 在安清的江边发现这个洋火轮 我想肯定是搁浅后背弃制的 恳请两宫太后 予以仿制 有这等事 曾国藩想仿造一艘洋火轮 是啊 奏哲上说呀 他想按照这个洋火轮 制造一个长石玉杖的木壳船 每小时可以行驶石鱼海里 宝君啊 曾国藩有没有说过 仿造这样一艘洋火轮 得需要多少饮料 说了 仿造这样一个洋火轮 估计银两得八万两左右 如果再大一点的话 要十万两左右吧 十万两 不贵呀 这可是好事啊 是啊 所以呀 我想写个折子 奏请两宫皇太后 下旨鼓励他们 我看 咱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为什么 文大人 难道 咱们不想有自己的火轮吗 你们忘了 星阳雾造洋船 这可是六爷多年的愿望 嗯 干脆 咱们就以这件事情为由 请六爷出山如何 好啊 好啊 找六爷上去 对对对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аль 走走走走走 王爷 请被大人求见 啊 啊 六爷 六爷 你们来了 我们几个 来看看六爷在府里都干些什么 原来在吹吊 六爷 日子过得舒服 我还能干什么 看看书 修修钟表 钓钓鱼 反正又不是头一回过这种日子了 怎么六爷 看来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收获 都怪你们 你们一来把鱼都吓跑了 六爷 我这手上倒是有一条送上来的鱼 不知道六爷喜不喜欢钓 养火轮的图置 你这从哪弄来的 这个 可是从曾国藩的手上弄来的 曾国藩 曾国藩打算仿造一艘养火轮 现在正向地方士身筹集资金 据他讲 十万两 就可以打造一条 十万两 不会吧 六爷 曾帅向来为人谨慎 绝不会口出狂言 而且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这可是天大的好消息啊 咱大庆总算可以自己造轮船了 六爷 咱们要的不是一条船呢 而是一个舰队 这不是您多年的心愿吗 六爷 我们今天来 就是希望六爷重新出山 从长进一 是啊 六爷 曾国藩送上这个折子来 正是六爷出山的大好时机啊 您别害我 我已经打定了主意 不再插手朝廷的事情 让曾国藩造去吧 王爷 这契归契作归奏 您就甭想那么多了 六爷 大庆可不能没有您呢 请王爷以大局为重啊 王爷 曾国藩造报 东年张洛行 逼进宝丁府 直立祖都告急 这么快 京城也在缅军的威胁之下呀 军情如山十万火急 请六爷宿定 不成 我说过我不管了 这个 你还是递到西边去吧 他主意大 王爷 男子汉大丈夫 干嘛 跟那个群群小女子较劲呢 我现在是闭门思过 再议论朝政 那不是更犯了干政之罪了吗 王爷 你 这面铜镜 也是我纳会的铁证吧 得 麻烦你们哪位 把他一并递上去 就说是在我公王府起的赃 王爷 王爷 六爷 我求您了 六爷 你们 没有王爷 大清要亡啊 干什么 干什么 干什么呀 欺负人是吧 快起来 起来说话好不好 我 来人 来人送客 我那池子鱼还没喂呢 王爷 王爷 你太让我们失望 太失望了 温香 你不要再说了 六王爷钓鱼的事 比朝廷的事大 免军人现在马上就要打进北京城 本家 所有亲戚加在一起 一百多口子人 我要回去收拾收拾收拾 准备逃荒了 我走了 我看咱俩呀 也别扫了六爷的雅兴 哼 解您不干了 这个破军机 我也不想干了 我们都 抽着谁呀 我看你 有 一 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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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宫去 我 这 这 你见到王爷 你就告诉他 哀家呀 绝不是存心跟他过不去 可是 这家世是家世 国世是国世 绝不能混为一谈 对吧 还有 这大妞啊 在我这挺好的 哀家呀 绝亏不了他 是 不过我这紫禁城呢 也不是大车店 不是你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玉子 这么着 出去了就别再回来了 皇太后 奴婢要给公主取衣服呀 真婆面前不用烧假象 你那几招啊 在东边那还扯 可是到了哀家的长城空 就用不着了 小安子 卢才在 告诉内务府 比着大妞的身子凉 全都给他做新的 喳 玉子 你可想好了 这前清门呢 你只能进一次 出去了 就别再回来 放心 大哥哥呢 你就走你的 不放心呢 你就留下 反正啊 这忠孝 你是不能两全了 这忠孝 谁呀 公主 进来 奴婢参见公主 你回来得好快呀 你还没走 公主 我没法走了 我不能扔下你 玉子姑姑 你怎么了 姐姐 我这儿可要将军了 知识 知识 电鞠 姐姐 我这儿有一炮呢 鞠过来就没了 算了 不玩了 反正我也玩不过你 那姐姐想玩什么 妹妹我都陪着姐姐 现在外面 都不知道乱成什么样了 我这心里都可真是不踏实 没事 我说没事 就没事 不是说 眼君过了宝丁府了吗 文祥已经从山西调了兵 而且这神机营也过去了 老六那儿没消息啊 有啊 我听说 花鸟 虫鱼 鼓玩字画 比咱们可玩得好 我这两天啊 总是不敢见大妞 真是怕那双眼睛 可怜巴巴的 有什么好怕的 姐姐怕什么 你又没做什么亏心事 可是 咱们这么对老六 是不是太不给面子了 这满朝上下的折腾他 就算以后回来了 也鸣声扫地了 这怎么再用人家行政啊 谁听啊 姐姐您还惦记着让他回来呢 您可真是活菩萨 妹妹 你不会把他这么就一路到底吧 不成 这可不成 这事啊 还得重新算计 已经是这样了 也只能这样了 这破了的碗在居上 也是一只破碗了 你让他回来 他也未必念起姐姐的好啊 可是 这上上下下巴探子事 没他可操不过心呢 没谁都一样 我知道你行 能干 可毕竟咱们是女流之辈 总不能到外面去泡头露面吧 姐姐 其实这人呢 我早就替您选好了 而且啊 还保准让人家说不出任何话来 他也是大型皇帝的兄弟 也一样叫你嫂子 西边的拿定了主意 六爷又绝不肯低头服软 这台戏可难唱咯 难唱也得唱 难不成 一个好好的局面 就变成只剩下女主垂帘 难道六爷 从此就变成了闲散宗室吗 所以我们大家都在为王爷着急啊 不妨好好想想 西边的不用六爷 必会有人取代 七王爷 何以见得 纯王的福尽 是西边的亲妹妹 如此这般 义政就形同虚设 他要启用纯王 那还不是遗旨气势啊 可是纯王的质大才书 眼高手低 这也是人所共知 难道这西边的就真的浑然不觉吗 也许他用的就是纯王的无用 蔡首齐的奏折里本来就有 以七王爷代公王义政 你就把这个意思传出去 对外就说是西边的意思 这一点也不冤枉他 七王爷有缠未姬 他不能不知难而退 王爷 荣儿 回来了 来 坐 先喝点水 荣儿 皇太后怎么说 是我姐找我 她让我给你传个话 有什么话不能上朝说 我姐说了 先给你个底儿 往后啊 你可别想像现在这么清闲了 肩膀的担子啊 得重些了 我现在也没闲着啊 还要加什么重担啊 我姐说了 不像以往那些花架子 带个兵啊 御前行走啊 你现在得办实事 办大事 办实事 办大事 让我带神机营打仗 那我去 不是打仗 怎么说呢 反正比打仗还重要些 到底什么意思 我哪知道啊 反正他就是这么说的 我一路上啊 背了好几遍了 也没添字 也没短字 哎呀 我的好福建啊 你就不能问明白些吗 一句话的事 我哪敢啊 也不知怎么了 我一看他的眼神 我心里直哆嗦 得罢手时且罢手 得饶人处且饶人哪 荣儿 他就没说 我六哥的事 他到底打算怎么着 他说了一句 他说什么了 他怎么说来着 你的事 跟六爷的事 是一码事 是 是一码事 报 禀王爷 各部院大人求见王爷 拿过来 汉林学士 部军统领 詹世佛 内务府总管太平院 这 这哪跟哪啊 这整个人一时三不靠 这怎么回事 今儿什么日子 找我干嘛 大人们说 有公事请教王爷 他们的事 不归我管 快去 让他们找我六哥去 遮 老七 我道歉 我道歉道歉 李妹 道歉道歉 五哥 我这还云里雾里呢 您这道得哪门子喜啊 你还跟我装呢 我看你啊 能崩多一会儿 哼 亲父亲啊 这回可全看你一个人的了 亲姐姐皇太后 相公义政王 啊 妹夫大姨子 嫂子小叔子 喝点小酒 就天下太平了 啊 吴哥 您今儿怎么了 喝高了吧 我一人喝高了 外面那些大人 老爷的都喝高了 堵着门 向你贺喜呢 笑 习舆爹 你看我这兄弟会装不会装啊 啊 湖哥 龙儿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好像吧 可我姐也没说这么明白 你看你都干什么了 赶快下去 别让五哥笑话了 五哥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事 这是 不错 真沉得住气 军机处一坐 能站得住 怪不得蔡寿齐保你 可堪义正之刃 可有一条 想干大事 那得跟老六说清楚 自己的亲哥们弟兄 有什么不可以沟通的呀 五哥 非要出卖老六不可 啊 这阴间年损坏 你从前 可是不会 哎 多子学的 行了 五哥 我绝不是那种人 我也不会给六哥下班 外边都穿遍了 蔡寿齐 参奏老六的折子 是你花钱买的 五哥 这你也信啊 我凭你什么不信啊 那这道车子 为什么不保我老五 他保你老七呀 老七呀 哥哥给你道喜了 哼 不过呀 你得先喝口凉水 弄清楚 军机处 你不是那块料 五哥 五哥 竹子 这茶是不是凉了 我给你换一碗 没事 正合适 哎 那阁那还没信呢 应该快了吧 快去看看 有奏转马上报 哎 那我这就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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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各位都以各书己见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圣母皇太后有话 今儿个务必得 溢出个结果来 时辰不早了 我呢 这儿有个折子 如果各位无异议 就可以联名回奏了 中堂启慢 恩祥大人另有说法 不敢 圣母皇太后除了执稿以外 还发了享亲王等三人的奏折 交送内阁 一并议论 何以不见折子 就草草回奏了呢 那三个折子 并无新意 有必要在意吗 享亲王的意思如何 谁说没有新意啊 谁说没有新意啊 没有新意怎么发起来了 朝廷举措 一禀大功 朝臣进退之际 务必让人心服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公亲王 义政以来 不无威攻 处理内乱外患 游刃有余 未闻有招注猎迹 蔡寿齐所参各项 又无实据 如果骤然罢免 且恐传闻中外 惊疑四方 五爷 公亲王咆哮朝廷 招对失疑 难道不是劣迹吗 你是 看见了 还是听见了 是皇太后说的 没看见 你就少开口 五爷 您请坐 现在我可以面折子了吧 等一等 刚才 徐童徐师傅说 是圣母皇太后说的 这圣母皇太后 她怎么说的呀 是皇太后召见内阁和各部尚书 亲笔下的一纸 这一纸上 她说什么呀 欲再听王大臣 同看 可我们大伙 谁也没看到 是不是 既然是拒指会议 拒指附奏 可一纸上说的什么 我们大家可都黑着呢 就是 就是 中堂大人 你们内阁 不让我们大伙同看 不会是想一手遮天吧 这 李中堂 您可得主持公道啊 我这两天耳鸣 七王爷说的什么 我一点都没听见 你这 各位 王爷 当日召见 卑职敬陪莫作 以我之见 皇太后传遇 开宗明义 与再庭王大臣同看 这再庭二字 似乎是指当时在场的各位臣僚 再庭吧 徐师傅 当时召见的 有没有想亲王和七王爷呢 怎么会有我呀 那别的亲王 郡王呢 都没有啊 那么再庭王大臣 可就讲不通了 太后点名召见 岂不知道哪个参加了 哪个没参加 岂不知道 群臣中并没有王爷 那么 再庭王大臣的王字 又从何而来呢 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 再庭而不在场 庭是朝廷之庭 再庭就是再朝 当然 也包括今天来参加议辙的各位大人 这才是正理 你呢 叫歪屁 主子 主子 折子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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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里慌张的跑什么 一点规矩都没有 奴才是怕主子等急了 火才不急呢 放下吧 小安子 咱们猜猜 这份奏折 是怎么写的 主子 不用猜了 肯定是一致复义 把 给免了 他们怎么也得赠位赠位吧 赠位 再赠位 那也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谁是大腿 奴才是说 我人中堂是大腿 我人中堂是大腿 谁舌头 也没你赚的快 要是你猜对了 哀家就赏你个金元宝 主子 那奴才就先献了 那要是猜错了呢 您就赏路赛 啪是个大嘴巴 那就看你的运气了 主子 开 主子 念 这 臣 想亲王 会同内阁 御前 军机 六部九卿 汗瞻磕道 怎么是想亲王领衔啊 他是宗人府府令 规矩的是的 快念 查 公亲王身为尽之 受恩深重 免徒报效之心 为朝野 做共剑 什么报效 什么共剑 叫他这么一说 公老六还有什么罪 我人这宝书呆子 根本就办不了事 那 那 七王也应该在啊 他应该仗义之言呢 躺盟两宫施恩 令其改过自新 公亲王自当一家联谊 什么施恩了 什么改变 谁说还要用他 群臣公义 各书己见 其以公亲王为尚可任用人 肆无异议 肆无异议 什么公义啊 简直就是在保他 那 这怎么闹的 那七爷他呢 明儿投钱就穿的 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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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